真妃到底有多美,为什么光绪皇帝会如此宠爱她? 连全新天下的慈禧太后都非常忌惮她 在八国联军即将攻入北京兵荒满乱之时 还要特别请太监把她投入井中 然后再匆忙出宫逃难去 欢迎来到历史骇客频道,我们利用最新AA科技 还原多张百年前真妃的照片 并为您解密真妃传奇的一生 首先我们先来看真妃真实的模样吧 这是我们利用最新AA科技 还原出最真实的真妃相片 我们在与一百多年前破损的黑白老照片对比 不得不惊讶目前AA科技所带来的视觉革命 这是真妃与大陆艺人周迅的对比图 我们发现周迅竟然与真妃的五官轮廓 居然有许多神似的地方 这也增添我们对于真妃的许多想象 真妃出生于光绪二年,1876年 父亲为户部幼侍郎,财政与农业部副部长长旭 生母为侍妾赵氏 光绪十四年光绪皇帝选秀 有十五位秀女入宫进行最终临选 由慈禧太后的侄女,副都统贵乡之女 21岁的叶赫纳拉氏竞分胜出 这时光绪在慈禧太后一直明示与暗示下 不情愿地把象征皇后的玉如意交给了她 而成为了皇后,龙玉皇后 同时年仅十三岁的真妃被封为真嫔 还有她十五岁姐姐,被封为锦嫔 隔年皇后大婚,锦嫔与真嫔也正式入宫并行册封礼 于是光绪开始有了这一后二妃 由于光绪皇帝清楚知道 龙玉皇后是慈禧太后派来监视自己的 而且长相也很普通,又加上她不懂得讨好光绪 于是逐渐失宠 仅凭长相也很普通,加上与皇后走得很近 所以光绪也不喜欢 最后只有真嫔受宠,真嫔小光绪第五岁 不但长相柔美,性格活泼外相 像无拘无束的小鸟一般 清朝历史记录国文被称中 就这样描写,为真妃生性乖巧,讨人欢喜 龚汉末很会书法写作,善旗也很会下旗 日是皇帝左右,与帝共食饮共乐 则宗光绪帝有宠爱之 其实最初慈禧太后也喜欢真妃 认为真妃聪明漂亮 乖巧伶俐,活泼机敏又知书达理 慈禧甚至经常要真妃帮自己批乐奏章 真妃心连手巧,为慈禧批打也万无一失 慈禧又听说真妃写了一首好字 写字绘画的才艺进步很快 挑剔的慈禧经常夸奖她 并要她写符、录、寿、喜的大字 作为慈禧赏赐大臣的礼物 真妃也喜欢绘画,可以两首各拿一支笔 同时写出娟秀的梅花传字 慈禧还特地教宫中的女画师摩素云教她绘画画画绘 1894年慈禧六十大寿之时普天同庆 19岁真妃与21岁锦平受到恩典被加封为真妃与锦妃 不过短短几个月之后,真妃因为忤逆慈禧 以席尚福华,屡有其寝的名义,将为贵人 史料记载,慈禧对于锦夺去妃为这惩罚并不满意 慈禧还派人对真妃,锦妃二人扒掉衣物 进行仗打,甚至顺便的工人也惨遭残酷刑罚 慈禧当时明知真妃已怀孕三个月 却还仗打真妃,导致真妃流产 后来真妃又得了妇科疾病,从此再也没有怀孕 不过在持夺妃威后的第二年,真妃又被恢复了妃威 究竟为何慈禧会突然翻脸呢? 因为真妃从小跟大伯父在广州长大 能接受西方新奇事物 照片技术虽然已传入中国 不过却被认为是污浊之物,会取人魂魄,让人减瘦 真妃却请人买来照相机,栽紧人工与养心殿拍照 真妃知道光绪皇帝没有拍照过 所以在紫禁城为光绪皇帝拍照 不过光绪帝照片最后还是被慈禧销毁 真妃很喜欢照相,宫里的生活乏味无趣 真妃就常常给宫里太监们照相 真妃自己也经常穿男人的衣服拍照 这样真妃开箱就会比较多 每个月三百两妃子的利盈这些钱根本不够花 于是真妃便让太监戴安平在东华门开了一家照相馆 希望照相馆能为自己赚点钱 不过这件事情很快传到慈禧太后那边 慈禧太后非常生气 大发雷霆狠狠地骂了真妃一顿 认为他仗助光绪的宠案在为所欲为 并且处死了开照相馆的太监戴安平 慈禧已经对真妃不满 但光绪帝依然整天与真妃吃喝玩乐 连宴喜堂几乎成为真妃的第二个寝宫 依照清宫的规矩 不管是多受宠的嫔妃 都不能陪伴皇帝过夜 不过是请过后的嫔妃可以在养心殿 皇室卧房旁边的小房间宴喜堂过夜 更让慈禧越来越不顺眼 终于有一次光绪帝用珍珠和翡翠 为真妃做了一件十分华丽的旗袍 真妃穿住这件旗袍与光绪在花园中散步时 被慈禧撞见 慈禧看到后非常生气 认为真妃不配穿这件旗袍 立即让太监脱掉真妃的旗袍 后来还打了真妃三十大板 导致流产 四年后1898年 光绪帝连同康有为 梁启超等人提倡戊戌变法 本来慈禧还默许 哪知道后来改革过于激烈 加上光绪皇帝有意通过维新派夺回权力 另外又有维新派首领康有为建议将慈禧太后囚禁 爱沙等传闻 于是慈禧发动了戊戌政变 逮捕杀害维新派人员 并将光绪软禁在银台 由于戊戌变法推动过程中 真妃也有参与朝政 于是被慈禧囚禁在攻心二厂借白子门内劳院 只留一扇活窗给真妃送食物 两年后的1900年 当时真妃年仅24岁 打过连郡攻打北京 慈禧太后借口逃亡时带走真妃不方便 又说真妃花容月貌 逼遭到洋人的侮辱 不如先自尽 死了自然不会亏对于列祖列宗 保证了自己的清白的理由 命令太监崔玉贵把真妃推入井中杀害 对外则说真妃是自杀 隔年清政府签下新丑条约 联军撤出北京 慈禧回宫后才叫人把真妃打捞出来 庄列入关 以真妃训捷的名义 葬于复城门外恩集装太监公墓南面的宫女墓地 硬追封为贵妃 不过慈禧死后 摄政王仔锋将真妃的死因从投井自杀改为被崔玉贵投入井中溺亡 可怜真妃当时只有24岁 后来这口井被称为真妃井 我们去北京故宫时都能看到这口井 以上是历史嗨客提供给您本次最震撼的真妃传奇 喜欢的话请订阅频道并开启小铃铛 感谢您的收看 下回再见